有台前表演能 那舞蹈也是有难度的 四位社员 欢迎来到美好年华研习社 今日考试规则 我们手上女生十道题 我出一道 这题都露线了 你打我这样更好 杀 云响衣裳 花响容 的后半句是 正确答案是 春风浮 接下来 由我们的好好组 主题 他是谁 他是谁 他可以不一定 确定吗 就是321 出那边的题 咱们一会儿就来 来狠了 好我们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是这样 主干道会有42车道的 来吧 一 哎呀 什么 什么 我们大家开始掌握 这个制冰的方法 我 冰冰那个是最早的冰淇淋 接下来女生出 我们的智杀 韩哥 我有个问题 可以可以 来吧 来吧 来 杀烈 高先知 剑 崔致远 感觉姓崔应该是 对 我觉得是这个 不知道 写什么 杀白了 我是最爱的 这个剑 我们写信的 信间 就是家里的长女 对 长女 公孙家的长女 公孙大娘的代表作 有哪一些 代表作 西河剑气 来 除了这两个之外 唐朝有特别有名 他的剑术 以笔当剑 写出来 所以呢 就形成了 大家好 我是王怡仁 我们美美组 这次的作业秀里 黎原部分的 公孙大娘呢 由飞行嘉宾 王霏霏饰演 部分的公孙大娘 由徐梦迪饰演 李时二娘 由上官喜爱饰演 小布殷生弟子 由古静凌饰演 霓裳羽衣舞奎林 由孙瑞饰演 绿鸭舞奎林 由陈静一饰演 不选舞奎林 由我 王怡仁和李凯兴饰演 取核子由张婉清饰演 师父 这是转圈圈 不选舞的旋转 要配合大量的造型 而且呢 越转越快 还要注意 姿态和重心 动作还有变化 还得努力才幸福 小布殿冬筹 开元五载 于尚同志 观大娘舞剑 来如雷霆收震怒 霸如江海 为您清光 晚生张旭 树长于叶县 见公孙大娘 舞西河剑气 自此草书长进 豪荡感激 小森怀素 开元中见大娘舞剑 若提笔辉豪 草书随长 该准其顿挫之事也 晚生无道子 喜化山水 幼时曾见公孙大娘舞剑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优秀的艺人 菲菲 超级紧张 风舞剧园 舞剧团的主要演员 徐梦迪 舞蹈表演艺术家 好若其的出演 作业 达变环节 龙中 首先我们的晃 婉庆你在上面害怕不害怕 首先是看到大家身上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西域传进来的一些服装 还有就是绿腰腰间那个部分 对 你说的也很好 曲句吧 屋皮靴 贴鞋带 这都是我们唐代的这个特点 而且女 我觉得我感受的黎原就是非常的多元化 有很多很多的舞种 然后我觉得唐朝的妆容 我觉得特别漂亮 其实你看汉朝的皇帝 很多人都觉得是 谢谢 最开始其实是起于民间的 静音好 凯欣好 其实两个人是完全没有舞蹈 十几年的舞蹈家相比 可是我们说我们想传承这个艺术 在这个地方来展 我就一直迈不出去这一步 但是一直在鼓励我 其实 得了多少票 61票 61票 赶紧去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我们待会等待最后的结果 小马进步了 真不容易 在投票通道锁定之前 此刻不 开始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 三 跨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现场交给美好相 关喜爱成为本场的M 好的 各位亲爱的同胞 各位亲爱的同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